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人云重重四化 区区如平 是江南风光的美好意境 自古以来 钟灵玉秀的江南人文晦翠 激荡着无限的文化精华 那么今天我们相聚在云端 举行江南佛教传统与历史脉络的研讨 那么从佛教的教育 文化艺术 仪式和制度等等方面 共同的来探讨江南佛教传统和历史的脉络 那么在此呢 我既代表杭州林颖市 向所有余会的专家学者表示最亲切的问候 江南一词在中国历史文化当中 它既代表着地理 经济和方言的概念 又具备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作为社会文化 经济变革的重要区域 江南为佛教发展交出了坚实的基础 而佛教呢 也深刻的影响着 江南文化的结构和精神的特质 自从知倩在东湖易经去 佛教便开始扎根江南南北朝时期 出现南朝484 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盛化 随唐以降 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难以 江南佛教也成为了中国佛教的重重之重 开放的佛教也让建征等高僧 从江南走出了国门 东渡日本 弘扬佛法 杭州历来是江南文化的名城 也是我国著名的东南佛国所在地 早在五代时期 吴越王潜流列国杭州 遇至东南 以保井安民的信佛顺天为国城 历代君王广见佛士 扶持佛教 使得江南佛教一度繁盛 入宋以来 以灵影 晋山 天竹等为代表的 午善时差 成为宋寺江南禅灵的典范 此时江南佛教 圣唤不衰 法门龙相辈出 被雍真皇帝 欲为正代第一导师的有名颜寿大师 大力倡导 祝宗融合 高标万善同归 承受到吴越国 忠义王之情 主持复兴 灵影寺 编撰了文明与后世的佛学巨著《中金路》 开创了中国佛教禅境融会的新局面 一代宗师 大会忠高禅师 创立了著名的看画财 他奉召主持 敬山 能忍才愿 中门弘扬江南的佛教 虽然经历排佛世界 以及西方传教式的竞争 对他仍然独树依止 保存着浓厚的佛教信仰 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慈大师 常驻杭州云西市 四肢成为九父圣明的净土道场 同时 西游记 记公权传等经典的流通 也让佛教走向新的传播路径 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是继 晚明佛教复兴之后的又一次复兴 当时在江南地区形成了三顾佛教复兴的重要力量 其中以居士为代表的南京佛教 以僧人为主的杭州佛教 以及兼具身属两届的上海佛教 都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大批诸有成效和贡献的高僧与居士 如太世大师 印光大师 地仙法师 虚云老和尚 弘义法师 元阴法师 以及张太炎 范古农 吴碧华 马亦佛 居士等 也与杭州记下了深厚的缘分 杭州是太世大师开展佛教改革运动 和从事佛学住宿的重要基地之一 1919年 他在杭州静凡市 创办了近代佛教最有影响的开悟 就是海曹英 1921年 出任杭州南山明察静池寺的主持 并实施了其整理深邪制度的改革计划 1927年 在灵影寺全新注述真现实论等重要注注 阐述其影响深远的人生佛教思想 中性南山律中的弘义法师 与杭州虎袍定慧寺出家 在灵影寺受建 育泉寺研究绿学 昭贤寺整理华言书潮 与弟子丰之凯居室编著 护生画集 晚年 晚年还专门写了 《我在杭州西湖出家》 当时经过 天台中 第四十三祖地贤法师 曾应邀到杭州六通寺开奖法华经 关心梵天寺祖庭的复兴 1930年 派其法师摩承 在梵天寺举拜天台中佛学院 培养了一辟身材 1934年4月28日 九四班采与林影寺开十轮金刚法会 参加人数约七万多人 并作法语开示 讲了佛教育总理的平等观等 净土中十三祖的印光大师 曾多次来行弘法 为弥陀式确定念佛规制 维护修复净土中十一祖 沈安大师道场凡天寺 杭州佛教界的高僧大德 为近代佛学的入世转向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江南佛教也再次成为 影响时代思潮的拘留 我们不禁可以在江南传统文献的 汇编整理中探索新的诠释 还能对江南的区业研究中 捕捉经济社会与文化交责的脉络 当下探索佛教传统 如何融入江南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需要历史学 宗教学 社会学和民俗学等多元的知识储备 勾建出合理的文化理论和解释框架 唐人提永林尹寺有一句名言 楼关沧海日门对浙江朝 江南佛教的传统与历史的脉络 会在今天济荡出怎样的新知 希望渔会各位专家学者们深入研究 专门探讨 期待此次论坛的学术成果 能有如此的气魄隔绝 更期待各位渔会专家学者 能够在学术人生中 藏保如此的眼界胸敬 帮助推动江南佛教的发展 并取得更多的成果 最后 衷心祝愿 本次研讨会 注释圆满 与会大众 六四吉祥 身心康泰 阿弥陀佛